洋宅化煞的密钥 这两节课比较轻松 这洋宅化煞密钥 这比较轻松 这个 他没有什么很深的理论 也没有什么需要记的东西 那纯粹要这样 在讲故事一样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是因为目前 坊间有太多人 他用一些化煞的东西 那这两节课最主要 最主要的概念是在跟你讲说 这些东西他没有用 那为什么没有用 我们把他的一些 前因后果 跟你讲一下 那你 你就是你要跟人家讲 讲一些 讲一些概念的时候 你才知道怎么讲 要不然你光讲说 这个没有用 那为什么没有用 人家问你说为什么没有用 你又讲不出一个所以来 那如果说 如果说你们要用 我也不反对 因为你们有用没有用我也不知道 那你们要用 我也没办法阻止你们 那只是说我奉献大家 你不要 不要因为说 不要因为羊仔没有改 改不了 用这个东西 这样子都不对 你一定要先把羊仔改好了 那你要再用 再用这个东西的话 那随便你 我讲这个话的意思 就是说 讲白一点 就是说 这其实有时候 不是很想讲 就是 讲白一点的话 就是说 有些人 你看 因为看球这个 就是要红包大一点 他有一个想法说 他有一个想法就说 比如说我去 帮他看羊仔 结果我看可能 包个6千块 8千块 那如果说我帮他按一个什么东西下去 是不是 红包就可以收比较多一点 有的人会这样想 有些学生学院 有些职业老师 他会这样想 但是你这样想的话 虽然我个人是 我个人是不这么做 我也反对这样子做 但是你要做的话 我也没办法 但是我奉劝你 就是说 你一定要 至少要先把他改好 这是最基本的 好 你要改好 改好再用 改好再用这些东西来划刹 再用那些 可以 坊间 坊间 盛传说可以划刹的东西 你要改好 要把它改好再来用 要怎么改好 就是用我们教你的三元正统 三元纳契的方法 来帮他改好 要改好再用 如果没有办法改好 没办法改好 没有办法改好 你就不要用 没有办法改好的羊仔统 你就不要去用 因为你用了他也不会改好 那这样子会造成 会造成说那个 客户 你的客户会认为说 你有帮他改 所以他可能就 不想搬 那这样子就要变成说 你害了他 一间真正 改不好的羊仔 最好的办法就是 搬 搬开 你为了说要赚钱 改不好 然后就骗他说 你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这样就可以帮他改好 那他可能 第一个 他不想搬了 第二个 他如果说你帮他改好了 那他就 会输于防备 有些 他如果说比如说 他知道说他有路冲 他搞不好开车 什么会比较小心一点 你跟他改了一下 没有改好 他以为说已经改好了 那是不是他 就不怕 不怕可能他就 变得 变得 比较 不仔细 不细心 那就 出车祸 出意外的那个 机率就比较大 好 所以你一定要 你至少你一定要帮他改好 你改好 要用不用 那个我不管你 要用的话 是你自己的 个人行为 这个我不管你 但是 我碰见你说你 你如果没有改好的话 你就不要去用他 这样子会有损 有损 有损到那个 帮他改了 一定等 像这种东西 我是都没有用 我从来不用这些东西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像在讲故事一样 这感觉就会 花点时间来讲这个 这个以前的四肢翻也是有讲 那我们看 好那我们看讲一第26页 洋宅化煞秘药 那这一篇 这篇洋宅化煞秘药 这篇文章 我是摘制 牧村出版社 一本洋宅化煞 这本书 作者是 张绝敏先生 这一本 就是这一本 这一本 这一本 厚厚的一本你看 这么厚的一本 把它萌缩成 差不多 十几页了 将近20页 它总共有470页 这本书 总共470页 你 有机会的话 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买来看 那这个内容很丰富 那我是把它浓缩成 浓缩成我们讲的这个样子 好那 第1个 第1个介绍的化煞 我们这边是讲 他这本书有讲到那个 煞的那个 种类 跟化煞的 东西 那因为煞的种类 我们在那个书籍班那边 也讲过了 我这本书上有写过了吗 有煞过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 化煞的一些器具 好第1个是 讲到的是葫芦 在风水学上 葫芦是一件 十分常见的风水工具 它主要具备化解 损害健康的煞气 的功能 在说葫芦它是用来 化解损害健康的 这些煞气 在葫芦的用料方面 使用葫芦 葫芦刮 这是真的那个葫芦啦 使用葫芦刮 挖空内部 并 晒干而成的葫芦 其气 最急 刮煞力量最大 否则 亦可使用铜葫芦之类的 代替品 但既用塑胶葫芦 其气不及 将这两个 将这两个葫芦 这个时候 他那个 文章 有时候会前后不大接 这是因为我从他那个书中 这样子 分段把它摘入出来的关系 将两个葫芦 一个悬挂在门背上 一个悬挂在厨房靠近 炉灶的位置上 或挂在厨房的门上 则不利健康的煞气 便可被吸进葫芦内 保障家宅个人健康 加速病人 痊愈 他现在讲这些 是不会准的喔 你看你不要看他讲得很神 可是这是不会准的 他现在讲说房间的人是 怎么样想 怎么认为的 房间的一些那个 那个 风水师 他是怎么样认为说 这个葫芦会 会脸的 他是把它讲出来 那事实上这个张军民先生 他这本书也是讲说 这些东西都没有用 他也是一直在 一直在那个 深论这些说 这些东西 是没有用的 没有作用的 那再来 葫芦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 易入 难出 因为葫芦的嘴 很小 很窄 那葫芦的身 却是 很扩大的 那相传 如果用来吸收煞气 是最好 因为煞气 亦从嘴露 但要从葫芦内 倒流出来 却很困难 所以 葫芦有收煞气的作用 而 古代的神话 这个你如果 有看那个 看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比如说风神榜啦 或什么西游记啦 神话故事 那种电影啦 电视 应该都会看到嘛 用葫芦 用葫芦来抓妖的 有没有 这很多啊 所以这个古代神话 葫芦更用来 收妖魔鬼怪 故有人说 葫芦是可以避邪的 这个 这些 这些画煞的器具 我们讲画煞的器具 不过讲是画煞的一些法器 这些其实很多 它都是根据 这个 民间的传说 或是一些神话故事 演变的 比如说这个葫芦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根据这个民间的一些 一些传说 或者一些那个神话故事 再来民间相信葫芦可以收享宇宙万物的邪恶之气 具有辟邪的 华力 将葫芦或葫芦形 木板 就是 把一个木板雕刻成葫芦形 也有人这样子 吊在门上 或在天堂 再来看27页 天堂的壁善 悬挂 会有葫芦溢出灵气的图画 可以驱除恶魔毅力 这 毅力就是一些 类似像 力疾 传染病 那些 比如说现在就是像什么SARS 流行性感冒那一种 或是什么什么 跟 跟格勒 肠病毒 这个在以前都算是 毅力 又 葫芦邪音为葫芦 民间以为可以 驱邪招呼 因此 历来深受喜爱 但这不是风水化煞物 只能当作饰品 而已 这个 最后这句话 把那个整个重点 讲出来 这不是风水化煞物 只能当作饰品使用 好 再来 第2个这个就更好玩 叫铲除 这个有一阵子 这个 应该是 有应该有20年以上的 那时候不是很风行那个大家乐吗 我记得我那个 我的 是阿祖 我阿祖 那时候 他也是很迷人大家乐 那我就 我去他家就看到他家就摆了一个 三个 那个讲义中所描述的 三角的 三角的 那种 九级 三只角的那一种 然后嘴巴咬了一个钱币 你看我们讲义这边就流行到 那也是都一直出钱 也不会赢 有一阵子 台湾流行 残除 从台湾头 到台湾尾 几乎 人手一只 吻着钻石的 三角残除 说什么 残除 招贤 吻钻 吻着 含着一颗钻石 吻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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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每天还不胜其缓的白天摆向外 说这样子会去咬钱 白天的时候 摆向 头啊头向外 说去咬钱 然后晚上时候把那个头转回来 说把钱放进屋内 或是 宅内摆着残除咬铜钱的 雕像 希望残除能日夜咬钱 这个以前很多 相信你们应该有看过 以残除招财 纯粹是神话 或者民间的传说 完全 与风水无关 但是许多风水师 喜欢教人 以残除招财 两者之间 石锋马牛不相及 可知以残除招财是毫无 效果可言 这个其实很多这个 画纱的器具 很多都是怎样的 那个 制造商 制造这个东西的人 跟那个 一些风水老师 彼此 就是像勾结 串通 这个以前 这不要讲太白好了 我们举个例子 这个 以前那个 有一个香港的那个 养鸟的商人 他怎么把那个鸟吵起来 他那个 不知道是什么鸟 不知道是 或是石姐妹 还是 还是白骨 忘记了 这也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一个香港的那个 那个商人 养鸟的商人 他就先来台湾这边 现在台湾这边 然后 就好像说 四处去跟人家要买 说 比如说石姐妹好了 跟人家四处买这个石姐妹 以高价要收购石姐妹 然后让人家以为说 这个石姐妹很值钱 那当然他已经早就准备好 一匹很多 尾数很多 他已经养很多了 可在香港或哪里 已经养很多了 石姐妹 他已经养好了 然后他就 先去跟人家四处 去跟人家 要买石姐妹 而且价格开始很高 让人家以为说这个石姐妹 好像突然价格很风行很高 这样子 然后他就把他卖了 卖的那个石姐妹 把他养的石姐妹就卖出来 卖点那个 各鸟店 然后就这样子很狠赚一笔钱 那等到卖出来之后 手一支了之后 就不值钱 然后石姐妹的那个行情就开始 往下跌 这个就是一种那种生意的手法 像这种东西他也是类似像这样子 那个 制造商的话 他如果 比如说光做那个 尤其像皮修 皮修以前 也是很风险 他做皮修出来 他卖给谁 没有人知道他卖给谁 所以他就会跟 几个那个 风水师 这是比较有名的风水师 叫他们在上电视第四台一直鼓吹啊 或是出书啊 那 开始有人写之后 那其他的人 一看了就觉得这个 其他第四啊 看了就觉得这个好像很好赚喔 就 加入 加入他们讲 越来越多人讲 讲到后来像你 你上电视没有讲这个的话就好像 你不会有怎么样 写书没有写这个的话 就好像说你不会 我怎么样 所以就这样就冬醒起来 好 事实上这个本来就没有用啊 结果还是一样很冬醒 所以冬醒的东西不一定有用 有用的东西不一定会冬醒 像我们这个三远洋宅纳气宝也是啊 会的人很少 大部分都是会什么 会东西失命 会那个八宅东西失命 那是最不准的 会那个什么悬框灰心 紫白灰心 那种最多人在学 那准确度勒 就是冬念不及用这个三远纳气宝 但是他们就很流行 有些东西就是太好了 反正没有人要教了 那你们能够学到这个三远纳气 老实讲算是你们的福气 尤其是以这么低的价位 这么低的价位 可以觉得到 这更是你们的福气 这个我不晓得没有讲过 在初期半不晓得没有讲过 有一个那个 有一个那个我的那个 算是学员啦 他有跟我买 他跟我讲 他说他看到这个 看到我那个 目录之后 说交这个三远纳气宝 他就觉得很惊讶 就跟我买回去 真的是他 想到的东西 他说他 已经找了不知道几年了 在北部 台北是板桥 还是哪里 找到一个老师 然后他也 请他的朋友去给他看 看一次的话 好像两万六 好像两万六 然后 他要请他教 他就不肯教 多少钱他就不教 那他就是 那一派的 他说他找了好几年都找不到 他找到了老师他就不教 那结果看到这个 他说他 只有四个字来形容 他说欣喜莫狂 我买回去马上 一直看一直看 所以你们要好好 珍惜这个东西 不是说 看这个钱还没什么 三四万块而已 这没什么价值 其实 你们如果有到外面去学过其他的 派别的话 你就知道 这个像这种东西在外面的话 你即使花了几十万 还不见得学得到 第三个是麒麟 自古以来 麒麟就被视为一种 祥瑞的动物 一种人寿 他有两个性质 第一个是祥瑞 第二个是仁慈 那这个神力华 还有 钱玉莲 这两个人 他著了一本 《祥物探优》 这本书当中 做了详细的介绍 内容如下 看个十八页 他说麒麟是传说中的人寿 早在周代 就与 隆 归 一起 并称为 士林 且列为士林之首 士林之首 那民间也是 麒麟为吉祥 如意的象征 俗传 姬德之家 博士却把麒麟雕像当作成风水化煞雾 白鹤铭 这白鹤铭在香港也是蛮有名的 他也写了很多本书 白鹤铭他有写一本 家居风水小景郎一书中 认为麒麟有趋吉的力量 其内容如下 麒麟为 瑞兽的一种 古时候称为人寿 他有两个意义 第1个 吉祥之瑞兽 第2个为人死之瑞兽 那相传麒麟是最喜欢帮助好人 对有孝道 激善的人 特别照顾 固有人寿之称 当麒麟见到坏人的时候 便会追着这人来咬 所以一些尖角 这大部分是香港的用词 他会写尖角 或是从事防堵 有关的行业 不论其住宅或者公司 都不可以摆放麒麟 再来 瑞兽是一种吉祥 祥和的化身 麒麟当然有这种特性 除此之外 麒麟更有以下的 作用 第1个好有 避邪党煞的用途 如门前见 长廊直冲大门 换了 川心煞 又名 枪煞 他的意思就是说 川心煞就是说 前门通到后门 他说这个可以用麒麟来打 可以用一对麒麟擋字 如果 煞气若 煞气若的意思就是说 走廊不长 不太长 可用一只麒麟来挡煞 但如果煞气强 走廊又长又直的话 就必须用三只麒麟来挡煞 好 那这个你学过的洋宅 应该知道说这个 川心煞它是什麽原因 这麒麟 我们讲过了嘛 还需要讲一次吗 川心煞就是 比如说你门开这边 后门开这边 那气直接这样子灌出去 那你整个这边就没有流通 这我们讲过了 你说好 你说好 把麒麟挡在这边 挡在这边 那麒麟小小只的麒麟 他能够把气这样子 转整间屋子都有吗 但是不可能啊 他一个东西挡在那边怎么有 有可能说有这个功能 你道夫如说你去做个 做个平荒这样子挡起来 让他气这样子 这样才是正确的方法 你挡一支吸引了 什么用 所以这根本都是骗人的 第2个有化解三煞的用途 三煞是按流年所属 而排在不同的方法 就我们之前有讲过了嘛 三煞 那他说解三煞必须用三支麒麟 他是各放一支 最好是以开光的麒麟 放在三煞的位置 比如说放在 比如说你是煞到这个生子层的 你就在生子层这三个位 各放一支 而头部要向着三煞放 这也是不可能的 这也是骗人的 三煞你用这个麒麟也没办法解 像这种 像这种的话 比如说你去办在看两盏 结果那个人 真的放了三煞 要动土 结果你跟他放这七煞下去 你这样根本没有用啊 而且会害到别人 这种行为最好是不要去做了 第三个 有将家运转好 灾祸减轻的用途 麒麟是吉祥的代表 将其安放在家中 拥有正载 辟邪 增添家中吉祥的作用 不但令屋主事业顺利 连带财运 亦会好转 除此之外 麒麟还能替主人 挡去 自运的煤气 一般用于转运的麒麟最好 是经过开光的 其力量才能发挥 淋漓尽致 第四 有化解白虎的效用 在家 在家居的白虎方位 安放一对麒麟 有化解白虎方的凶陷 这个其实他是 从这个 民间的传说来的啦 麒麟还可以克制白虎 那真正可以克制白虎的 你是要用化虎的啦 化麒麟虎 不是说白对麒麟就可以化解 都没有用 令宅内居住的人平安 特别是 白虎方外面在烟囱 或尖锐之物 充射到 更加要放 以开光的这个麒麟 那事实上 都没办法啦 这个都是骗人的 以上四点是家居 风水常患的问题 而麒麟可以化解到 除此之外 麒麟更能 化解瘤脸 灰道的 胸心 这个都没办法啦 你不要去信这种麒麟可以化解什么东西 这根本都是骗人的 还有多少 还有20分钟 第四个 食施 食施 食施一般都认为可以正 可以正庙正庙正宅 在庙里使用比较多 民宅使用比较少 这个民宅使用我看过的只有 在这个宜蘭看过一次 宜蘭那个 宜蘭市 靠近火车 也不是靠近火车站 他的那个 旁边的那个铁路 离火车站有一点点距离 但是他旁边是铁路 那那一栋他不是 他不是面对 不是背后有铁路 他是 他是 他是这样子 他铁路在这边 那他是 他其实也没有 没有什么关系 他是在这边 离铁路也很远 然后 我记得前面也没什么煞气 那他就很奇怪 他就在两旁 这边 摆了两只石狮子 没有说很大 没有像那个庙宜那么大 差不多 差不多这样子 摆了两只石狮子 那 我们看一下去 石狮 往往放置在庙门口 成双 成对 这个有的会 有的会放在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马路上 有的会放在马路上 比如说那这一桶马路 他上面比如说有牌楼 那他有的会放两只石狮子 这个在泰宝那边有 泰宝去水上那边有 左宫右母 一般左边是放宫的 右边是放母的 那宫的 你会看 宫的 他的口会张开 然后这里面 含立刻珠子 内含珠 踩着那个 脚踩着袖球 或者是 双钱 有的踩球 踩那个钱 那母的话 他是口 紧闭着 没有含珠 那前脚 他两只脚 前脚抱着 小狮子 宫的白左边 脸朝右 白左边的庙的左边 他脸都朝右边 母的白右边 他脸朝左边 两只刚好这样子 两只狮子眼睛注视 的焦点 刚好在大门正前方的中央 构成警戒王 使这个妖魔 鬼怪 不敢进门 那现今寸土寸金 庞大的石狮一般 未能 适合家居百圣 所以许多风水狮 并改以 童皮修 童麒麟 等代替石狮 代替狮子 似乎实际 需要而定 那事实上 无论是石狮 童皮修 童麒麟 等 当成羊仔化沙舞 都是 无稽之谈 都是无稽之谈 古来 尚无一本 勘语典籍 或风水大师 用来 用以上之物来划煞 何况 石子 本徽 中国 本土之物 这个石子 我们中国没有 中国没有石子 原本没有石子 是从外国引进的才有的 在狮子传来 中国之前 中国人绝对 不是用狮子来划煞 对不对 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呀 那怎么可能用这种东西来划煞 好 第五个 来讲皮修 这个 更多人用 就是被这个 一些 风水师 来鼓吹的 这样的 近年来 香港 及台湾的 风水师 不约 儿童的 流行 说服 顾客 购买 皮修 以化风水之上 其实现在更多用 更多人用什么 用水晶 对不对 用水晶 还有水晶洞 水晶 还有什么颜色的 有没有 有黄水晶 招财 粉红色的 招桃花 还是什么 这我不大清楚啦 因为我从来不用这种东西 这个会不会准 这个也不会准 像他们 你看他们说的 水晶有什么磁场 可以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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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简单的 哪一个国家出产的水晶最多 我记得是在 非洲 南非 那是南非那边 非洲的国家 那里的国家 有没有最强盛 水晶都从那边出产的 这有讲那边磁场最好 那有没有最强盛 没有 那这样就对了 那你说白水晶的会 白水晶下去就会好 那专门在卖水晶在水晶专卖店 不是说全 全台湾 就那几 那几家一个水晶专卖店 的磁场最好 这个不可能嘛 所以这种东西也是骗人的 水晶它也是不会准的 我记得这个 我的考虑区那边好像有人 普卦 普出那个水晶的功用 就普出来也是 没什么功用呢 所以水晶这种东西 你不用不用去信他 只当百事品好而已 香港风水师撰文介绍 皮修的好处 台湾的风水师则古其三寸不滥之蛇 在有限电视频道 努力推销皮修 这个很多人 很多人在讲这皮修以前的 他现在 改讲这个水晶 我那时候在湖尾 还没办过斗篮这边 在湖尾那边 我一个我算是我堂弟的朋友 他也是在卖水晶 在湖尾开店卖水晶 也是 透过堂地说要来找我跟他配合 结果是被我拒绝 我就当场就跟他回说这个水晶就我所知啊 这个没有什么功用 我就跟他讲的很白啊 我就把他 不算赶回去啦 就讲的 讲的 很直接啦 让他知能了 可以这样子 因为我不想赚这些钱啊 他说我介绍一个客户 要让我抽多少 我不屑赚这种钱啊 他本来很简单啊 我去哪一间看洋宅 我就随便跟他介绍说 你这哪里是柴位 那你要白水晶 哪一间的 哪一间比较便宜 你可以去那间买 怎么样 这样只有钱可以赚的 但是我不愿意赚这种钱 那白鹤敏认为 脾修可以屈才避险 他在家居风水小寝堂一书中 如此介绍 说脾修 粤读作脾修 相传 当然粤语不是叫做脾修啊 粤语他怎么念我不太清楚 相传这个脾修是一种凶猛的瑞兽 而这种猛兽分有雌性跟雄性 雄性的叫脾 雌性的叫修 但现在流传下来 都没有分为雌雄的 今天有啦他是有分啦 有的有的没有分 在古时候 在古时这种瑞兽是分为一角 或两角的 一角的称为天鹿 两角的称为 辟邪 然后后来 再没有分一角或两角 多以一角造型为主 在南方 一般人是喜欢称这种瑞兽为脾修 而在北方则依然称为辟邪 那至于天鹿 则叫为少人 用以称这类瑞兽 还有还有一些人将他称为怪兽 或者是不像等等 那中国传统是有五脾修的习俗 和五龙五师一样 有将这些地方的邪气赶走 带来欢乐及好运的作用 那脾修的造型很多 哪里系数 较为流行的形状是头上有一脚 那全身有长中卷起 有些是有双翼 那有那个 尾毛 尾毛有耗须 制造 皮修的材料很多 有玉制的 石制 木制 磁制 铜制 还有一些地方 是用布 用布来制造的 这个很多 再来第32页 皮修跟麒麟有所不同 皮修是凶猛的瑞兽 有正宅辟邪的作用 古代还用它来正木 是木屑的守护兽 一般古墓的目前都可以看到 可知其煞气的凶猛 你看 本来是正木的 你把它拿来正宅 拿来家中摆放 这不大对 皮修在风水上的作用 可分以下几点说明 第1个 有正宅劈邪的作用 将以开光的皮修 安放在家中 这个其实你 即使什么东西 这些滑气 你都把它拿来开光 这也没有用 也没有用 可令家中的运气转好 好运加强 赶走邪气 有正宅之功效 成为家中的守护神 保合家的平安 第2个 有曲财 旺财的作用 这是较多人知道的 摘歇 摘歇 毒管 麻雀管 很容易 都很容易看得到皮修 除助偏财之外 对正财也有帮助 所以做生意的商人 也有人 放皮修在公司或家中 有化解五黄大煞的作用 其实这个可以 化解土煞 化解五黄煞 这个可以 因为只要是铜做的东西 但是你要用铜皮修 只要纯铜做的东西 都可以 但是这个 没有风铃那个好了 因为风铃的话 它风吹动的话 铜铃 它会发出声音 发出那个 铜铃的声音 那个效果比较大 你这个光摆在那边 也不会动 这个就比较没有效果 所以摆这个的话 不如摆那个铜铃 铜铃 铜铃 铜铃在风水上 是最可怕的煞心 它所到之处 都会令宅中 人口不健康 孕智 等 我们在铜铃 所到之处 安放皮修 可解其凶性 如果在大门 最好是放一对 皮修还有很多 作用 这种瑞兽最好用来化煞 震宅 和旺财 尤其是财运方面 皮修是有较明显的作用的 那严格说来 在水塘时代 地铃前常见皮修十颗 而汉代以后 地铃前常见 狮子十颗 都是用于 纹木阴长 那 皮修上位 皮修上位建置于阳宅内化煞者 何况意带风水点击 未曾记载以皮修化煞者 所以皮修化煞实在有待商榷 这其实不用商榷啦 这一定是没有用的 好再来镜子 用镜子来化煞 既便宜又方便 所以镜子是最普遍 而年代久远的化煞物 这个镜子 那个什么 凌云最喜欢用的 那个密装黑教 凌云 有没有 他最喜欢用 这个有没有用 这一样没有用 凌云的地址 沙拉罗斯巴哈 祝有风水 中国的方位艺术 一书 他认为镜子是治疗风水的特效药 他说 镜子是治疗风水的特效药 无论是气太弱 气太坏 邻居的抱怨 黄金的格局 高楼的威胁 幽灵的威胁 或露冲等等 这些问题 然后改正之法 通常都是以悬挂镜子为主 所以你看他把镜子想得那么神 连这些东西他都有办法 各位学员大家好 那我们接下来讲 DVD第25集的内容 那我们把这个 洋宅化煞的一些 器具我们把它讲完 我们上节课讲到第33页的镜子 第6个镜子 我们从头再讲 用镜子来化煞气 便宜又方便 所以镜子是最普遍 而年代久远的化煞物 凌云的地址 叫做沙拉罗斯巴哈 住有风水中国的方位 易素一书 他认为镜子是治疗风水的特效药 他说 镜子是治疗风水的特效药 无论是气太弱气太坏 邻居的抱怨 这个太神奇了 包括 邻居的抱怨这种怨念都可以 都可以治疗 这太神奇了 黄金的格局 高楼的威胁 幽灵的威胁 或露冲等等 的问题 改正之法 通常都是以 悬挂镜子为主 他认为说 镜子 可以 改善 这么多种 这个 这种羊仔的缺失 这个太神奇了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中国历史上 镜子的神奇功效 起源胜长 古时候的战士 胸部有 护镜或盾牌 用以 抵挡镜 敌人 和恶魔 至于 室内室外 玄镜 多是为了辟邪 中国考古家 花县 在古代皇帝的 陵墓中 陵墓中 往往有 树与白姬的 镜子殉葬 早在 周朝时代 以花县 使用 铜镜 除用于造人 和户外 并用于 遍造宇宙 象征日月的 光辉 沟通天地的 精神力量 镜子 其实可以用在 入冲 为什么 这个我们 不想会讲过 入冲因为 你入冲的房子 前面是大马路 那 不是洋载的原理 那是正常的 交通 交通的现象 就是说你前面 是入冲 所以 有时候车子 车子会从前面 这样子过来 有的 如果是喝醉酒 或是在打瞌睡 尤其是晚上 他如果打瞌睡的话 就一不小心就撞到 撞到这个 入冲的房子里面去了 那你在 入冲那个 你的房子门口 门上面 按一个镜子 那他车子过来的时候 那个镜子 会把那个 灯反射回去 这样子可以提醒那个驾驶人 这样可以提醒驾驶人 所以这样子的话 对于 那个露霜的房子 是有多了一层 保障 但这个不是 不是真正的划煞 那现在的镜子 具有 更多的 平常的用途 在改正 风水方面 他是万能的 解决之道 在大多数场合 他是用于 防御 一些常见 的威胁力 那警察局 常常 玄境 以敌党 贪污 虎化 这个我记得好像没有 这个可能是 可能是香港的 对于风水师而言 镜子的 作用更为微妙 宁允常用镜子 以平衡 黄间的格局 甚至吸引生气 一般初学者 则可用 尝试 与错误的方法 开始练习 这是什么意思 尝试与错误 就是说 可以试试看 试试看 有没有效果 这个不用试 这没有什么效果 镜子太多的话 就变成说 必多一例 镜子尤其是 按在不该晃的位置 往往会造成一些麻烦 比如说一开门就看到镜子 或是你的窗头 对面 有镜子 这个都不好 这我们讲过 镜子的话可以用在商店 这好像没有讲过 商店 如果说 他的那个 他轻轻 他比较那个 就是他的纵身比较短 那他为了说让他看起来 比较长的话 比较短 比较深长的话 他可以用镜子 就在那个店面的 最后面的墙壁那边 安镜子 那这样子看过去看个缓射 所以感觉讲好像 比较深长 东西比较多 可以这样子做 有人用镜子划煞 但是 黎国雄在家庭 但是黎国雄在家庭 运用 风水树一书中 不认同这种方法 他说 虚虚多多的中国人 喜欢在门楣上 挂一个八卦镜 用来挡去 一部分的煞气 比较并不提倡使用 这种方法 原因在于煞气 并未得到化解 只是把他缓射到 另外 的地方去 煞气反而 得到加强 对其他人造成危害 事实上这个 这个不可能把煞气缓射掉 这个也不是这样子 但是毫无办法之下 才可以为之 例如卧室受到严重的重射 有高压 电感 屋脚 屋脊等 要改变对方不可能 而自己改建 搬迁又不可能 时 就只有才用磁环 他还是认为说有用 只是说他会 把那个什么 那个煞把他反射到 别人的房子去 造成说对别人有理想 事实上不可能 你如果看过我的羊仔的话 都知道说那个煞是怎么形成的 煞的话 绝大部分都是气流形成的 你说有可能 一面镜子有可能会把气流给反射过去吗 镜子它只能反射光线而已 而且 镜子小小的反射的光线也是有限 比如说你的房子是那种 光煞屋 那你按一个小小镜子 你就能够把全部的光 反射回去 你住在里面的就不会受到那个光线的干扰吗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用那个 实际的这种 物理现象来看 就知道说这个 绝对不可能 所以上过我的课你至少不要再被人家骗了 不要再被那个一些 风水师 要买什么 画杀物怎么样怎么样 不要再被骗了 这个前几天不是有看到一个那个 那个 第四台的 有那个名字忘记了 他的 他的名字写什么 武术财女 不知道什么名字忘记了 他那个 第四台那个 他的侧 侧面那个 他的一个标 标题 武术财女 某某人这样子 要不是有被人家去 告他 他说什么 让他算 他不知道算八字还是算植物导书 我忘记了 因为这种节目我很少去看 有时候瞄到 就转台了 他就算八字了 然后算八字 一次两千 这很合理嘛 两千算是很便宜嘛 但是他都改运一次要多少 六十万 有些人就赚这种钱 他先用便宜的价位 跟你骗 他骗来之后就恐吓你 恐吓你然后要你改运 等等 要花六十万 改运花那么多钱 这一定是骗人的 这不用考虑的 像这种一定是骗人的 那能不能改运 运 这牵涉到一个 比较严肃 比较专业的问题 你如果上过只会抖书的话 你就知道运不可能改 运他是没有办法改 命也没有办法改 命运命运 这两个都没办法改 你如果有办法改的话 那你算出来命盘就不会准了 这个是一个前后矛盾的问题 你的出生连运日排出来的命盘 就已经决定了你的运势 跟命格 命格跟运势 你说你可以把命或运改掉 以后你再拿去给他算的话 那算命师怎么跟你算 这不会准的 所以这个不要相信 要怎么改运改运 改运其实就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 这个最有用的 改变你自己的个性 改变你自己的想法 改变你自己的磁场 住好一点的房子 改变你的磁场 在面对抉择的时候 你只要走对路 那就叫改运了 他说选一支凸面大劲 不要选凹面的 根据凹面起聚焦的作用 煞气会更强 并会反射到某个方位去 危害别人 而凸面是起昏散的作用 会把煞气化解开来 效果会更好 会更好些 反射而造成的危害会减少 所悬挂的 位置 正对煞气的 来处 镜子的下部 越来越 越来越垫起 稍微往上 往上这样子 往上反射 把煞气反射到天上去 不要 不要反射 回对方去 用镜子 划煞 必须注意方位 以免 未蒙其力 反受其害 煞气未化 反把声望之气化掉 这个其实都不会 都不会 第七个 股钱 最近香港及台湾的 洪水市 昏昏住宿利说 或在电视台组织节目 教人以股钱划煞 还美其 敏约 五地钱 或六地钱 认为效力 宏大 足以化一切 洋宅凶煞 其实股钱是民间用来当作 钱财的 吉祥物 这个也不是什么吉祥物 就当作 就是一个 钱币而已 是民俗的产物 与 义里无关 与义经的道理无关 更与风水化煞无关 良见好住 阳宅风水旺产原理一书中说 悬挂 或摆放铜钱 是一种很流行 很方便的方法 在五房煞方 悬挂一串铜钱 说是也可以化解五房煞 这个是可以啦 你光的铜钱可以啦 但是还是不吉工零 你铜钱他不会 不会画出声音 不会在那边 因为铜钱是绑好的 你的铜钱的话 比较有用 而且铜钱的体积比较大 小小一串铜钱有如此大威力 你能不败博吗 你恐怕一般的铜钱不够威力 化解不了大善 那么就介绍你用五帝古钱 钱仍然是铜钱 不过是古钱 而且上面雕了清代五个皇帝的名字 分别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以及家庆 据说选五帝古钱的原因 是那五个皇帝是清代最旺盛的 那几个皇帝的运气也很好 于是那段时期铸造的钱帝 必有一定皇戚存在云云 就这么说啦 借皇戚画五皇煞戚 再来借皇戚之旺戚去画煞 古代那么多明君贤主 那么多圣士之君 为什么要选清代那五帝呢 他说不知道了 答案不知道了 然后推荐用五帝钱的名师也没有说明 是否因为清代距今上进 该五帝时代的古钱 要容易找到呢 他说是不是这个原因 因为比如说你要用汉唐的那个更难找啊 那个几乎是已经快截截了 很难找 但是事实上真的五帝钱是古董 并不容易找 若然真的找到其价值一不低吧 这世界上让很多真的五帝钱让人家去画煞用 那个有一个价值不回来 如果真的是康熙庸正那时候是几百年的古董了 那个价值就很高 那有可能说 让你那么多人用真的然后去画煞 那一定是假的嘛 现实人买到 公使用的都是近期的护制品 既然是护制品 即是并不是那皇帝时期 新旺时期所铸造的铜钱 那么护制品是我能难带着黄契或旺契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用五帝钱 是想借用那几个皇帝的旺契 来治上 那既然你用的是假的 也不是那时候的出产的东西 那是我真的还能够去画煞呢 虽然是护制品 是否刻上几个皇帝的名字 仍然叫一般铜钱优胜 其实画煞的力量也较强呢 他这个是自己在质疑在问 他说既然叫上是假的 那是不是说 只要铜钱上面刻着那个皇帝的名字 这样就比一般的让同行更好 这当然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白鹤明柱旺宅画煞二十二皇 介绍以五帝钱画煞 引路如下 第一个枪煞 枪煞 枪煞就是那个嘛 就是穿心煞 门外 门外直路相冲 摆放平风 他这里的枪煞应该是指路冲 他说门外直路相冲 应该是指路冲 不过一般枪煞有的应该是指那种串心煞 摆放平风闲荡会室内空间 用珠连又闲出路不方便 其实珠连没有用 平风的话还可以挡 珠连的话 那个气可以通过就没有用 这时便可以在门槛下 藏五帝补钱 他说这样子就可以挡这个路煞 或挡穿心煞 这什么可能 第二个缓工 缓工路足耗财 若果希望地气不被缓工路牵走 亦可以在门槛内 藏下一套五帝股钱 这个很神奇 对不对很神奇 第三开口煞 开口煞如升降机冲大门 这升降机就是我们台湾所讲的电梯 电梯它那个有没有 就是到你楼层之后会打开 你的大门对到那个 那个叫开口煞 这个主家人的健康会发生问题 化解之法可以依照以上两点的作法 不过上述风水问题虽然可以利用五帝股钱来化解 但效力不及使用平风之剑效 时下有古董商人固置明清时代的智钱 有些风水师就将其串成建行名为前建 或以清初盛世五帝过六帝为名的志钱 串成五帝前过六帝前 說是可以畫陽仔雄煞 此存為無稽之坦 既如此 那新出五帝或六帝之前的中國人 即上古日清朝嘉慶時代的人 該用何物畫煞呢 他說你如果說都用這個來畫煞的話 那五帝六帝之前的人 不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畫煞 歷史是這樣子的 第八個叫獸牌 獸牌一般我們的講法一般叫撕咬劍 撕咬劍比較多人講 等一下有時間的話 我會用幾張照片給你們看 就是有關那個獸牌啦 或是什麼 那是皮修啦 死感當啦 一些照片給你們看 獸牌這是以獅頭或骨頭圖示 雕刻於木板上的牌子 其功用是辟邪 民間常見以獸牌為辟邪工具 林惠城駐台灣傳統建築手冊中 書中也論及 獅子賢劍的獸牌 這就是一般的獅咬劍 獅子賢劍於 惠圖母班金中 稱為獸牌 主要供用為驅逐由門前入侵的邪系 因此多置於院內的門櫚上 一般都是掉在那個門上面 牽門上面那邊 其造型依據前書的記載 外框為梯形 這現在的造型跟著不大一樣的啦 上寬八吋 所以象徵的是八卦 下寬六吋四分 所以它是一個提醒 上八八吋 然後下面是六吋四分 象徵的六十四卦 高是一尺二吋 象徵的十二十層 然後和兩邊為兩尺四吋 象徵的二十四節氣 框內的獅子有大而遠的雙眼 口中賢一致兩把 一把的話是先橫的 兩把的話是交叉 賢一致二把七心寶劍 安置獅子賢劍 有一定的時辰及禁忌 這個其實安什麼都會有啦 他們安這個也是一套的嘛 他不可能說隨便叫你安安就好 那一定是跟你講說 我這個要先開光點眼過 然後他還要幫你折日子 折日子來用安上去 然後順便這個開光點眼要多少錢 折日子多少錢 這個東西整套的嘛 這樣子騙錢的話比較多嘛 那其儀式得由道士主持 特別是 開眼 就是點睛 開光點眼 須道士親手為之 不得由旁人帶老 本省的獅子賢劍 多以歸你之間 鎖於鑽造門檻上 而沒有外框 憲台南安品上保存此種作品 二十餘作 詩質的造型生動鼓鼓 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安置壽牌要有一定時辰 虛精 道士開光點眼 可知其為宗教及民俗 辟邪的產物 與異理或五行深刻無關 與風水化煞 更無關 自然無法達到化煞 化陽宅煞氣的功效 再來我們講這個第九個 史感當 何曉怡 何曉怡邊駐風水看圓一書 據他的研究 史感當有如下所述 史感當的話 集一塊藏方體的石碑 這等一下我們會有照片 或砍入牆 或 獨立 而治 有的是 砍在那個牆壁上 還有的是自己 樹立一塊在那邊 然後上面就刻了史感當三個字 那有的 有的 有的又刻作 泰山史感當 或者泰山 史感當 有的有那個斜線 有的沒有 有的會有一條線 有的沒有 那也就是寫什麼 泰山史感當 壓煞 所以他寫法不一定 那史感當三個字 意味著所向無敵 可正白滾 壓 災壓 那山海鎮 山海鎮跟史感當 也是 相似 只是說 他刻上的叫做山海鎮 山海鎮 山海鎮 三個字 好 再來看這個 三十九夜這邊 一村之中石感丹跟這個山海鎮 常佈置於以下三處 第一個村落入口處 河川池塘岸邊 這個山海鎮跟石感丹 一般就佈置於以下三處 第一個村落入口處 還有這個河川池塘岸邊 第二個門前巷口 三叉路口直衝處 那池最常見的就是在 這房路衝巷衝的 第三個兇宅附近 然後正對飢荒處 余浩銘認為石感丹的來源 是民間的迷信 他在風水探究一書中 說民間迷信石感丹為 敬押不響的神 多以小石碑或小石人 利於向道接口 喬道要衝 上寫的石感丹三個字 以為邪神來到該處 就不敢再前進了 有的還在石感丹上面 畫上虎頭 或加上泰山二字 名曰石將軍 用以壓制凶煞 總之石感丹只是民間信仰 是民俗生活的一部分 與陰陽五行無關 也談不上是風水化煞物 所以想以石感丹 畫風水之上 無意原目求雨 那三台陣也是一樣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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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用來收藏石後高森、肉森、燒化後所獲得的設立 就是那個高森他把它燒掉之後不是會用設立紙嗎 不是在收藏設立紙的 那塔差不多等於是中國的墓 在廣州市內最高最宏偉的塔國塔 稱為這個六龍花塔 這是廣州最大的火種 種是魂墓的意思 有據非常有名的火祭 那個字念祭 火祭雲 舊人雲映盛造七己湖土 其中的湖土 這個湖土就是火 他的幻魂異音 是塔的戒御 用來鎮風水化煞辟邪的塔樓 稱為燕聖塔 燕聖塔是用來鎮風水化煞的 燕聖塔、燕聖塔都是 為了興建蒼龍而搭的塔 塔樓稱為文光塔 這裡的興建應該是興運 興運 這種運氣的運 興文運 就是說 看文光塔 其實可以讓這個 當地 有那個 文昌運比較好 這個有寫文昌運 所以應該是 興文昌運的意思 風水塔樓是一物兩用 既能化煞又能鎮宅 辟邪 因此 建制的方位也有講究 從地勢上講 適宜至於高地 這樣就能夠 引來 宇宙的精氣 又可以鎖住地氣 並化解掉煞氣 除了 建於高地之上 可根據 需要 建在 各個方位處 在 宅居的 屋近旁 迎著煞氣而建塔 可以化煞 使住宅 不受煞氣 輕告 如果 宅居所在的地形 不規則 如 三角形 變形等 充滿了 兇意 在最兇的所在點 如 瑞角處 缺陷處 建一 樓塔 就會 極大地 減少 兇意 這個 等一下再說好了 沒有再說 功能 集中在 文映 文韻昌盛上 多 多稱為 文風 文炳 文映 文風等名 其目的為 新 文韻 昌 科舉 多出狀元 盡視 秀才 舉人秀才 親人高 建南 向宅 金轉 雲 環都 省 補 縣 昌 鄉 村 文采 不利 不花 客家者 可於 甲 迅 丙 四字 光位 上 擇 擇 極地 立文筆 兼風 只要高過別山 極花客甲 或於山上立文筆 或於平地建高塔 這個皆為文筆風 其實這個文筆風是有一定的效用的 但是 他必須就是 見到他的那個荒位必須在那個極荒 並不是這本書寫的說假遜丙丁 這不一定是假遜丙丁 他因為用假遜丙丁是因為這幾個跟文昌比較有關係 但事實上 像假遜 他是只有在上緣可以用 丙丁的話 才是下緣可以用 這個要分 要分說上緣或下緣 就是要在旺方 你如果在旺方見到這個文風塔的話 是真的會 下宗人 比較會讀書 這是真的 第十一 養魚 這個養魚 很多人在用 現在很多人都會 建議人家養魚 鎮宅畫煞的工具 最常見的就是魚缸 如恆立柱三元九韻論風水 談到 怎麼運用 怎麼運用魚缸禁止雨風臉 時說 甚至鯨魚或鯨魚的魚缸多用來聚財 即帶動旺氣 鯨魚缸象徵活動的水 或財物 因此 放在有旺氣的位置 能夠 幫助加強 財氣 至於什麼地方 是有財氣的位置呢 就要依靠 一間 房屋的禮氣盤去判斷 鯨魚的樹木 亦是有規則的 用來聚財的魚缸 多用九條鯨魚 因為九是最大的單數 含有無窮無盡的意義 用來擋煞的 就常用六條黑魚 六樹 屬金 六為什麼會屬金 他是用那個 用那個 一百六百八百那個 他是用那個 有沒有 一百 二黑 三壁 四綠 五黃 六百 他就用那個 那六百的話屬金 他是用這樣子 那事實上 應該是六要數水 要用一六共中水 要符合那個河土那個才對 他說金人生水 然後這個數字又符合更高層次風水理論河土 一六合生成之數 一六的話是水 那水的話才是財 與中國人的觀念是水是財 一盤 裝有六條黑魚的 圓形 魚缸 通常可以用來 化解尖角 充色的型煞 這個一般 沒有辦法 尖角充色 那個是屬於火型煞 火型煞 你用水一刻他這個沒辦法 亦可以用來化解五黃的土煞 這個也沒辦法 土生金你要用金來化解 你不可以用這個水來化解 很多人相信 死了一條黑魚 就是化解一個災散 災散 但是死了就要補充 一定要保持六條魚的數目 首先揭露 養黑魚化煞的是 三遠懸空名詩 在1928年 這個很久了 1928年 出版的 雜韻新案上卷 洩露養黑魚化煞的天機 他說 兇惡之氣 能牽必 另選吉祥之所 固為善成 最好就是這樣子 最好就是班家 然後萬一 各於情勢 觸於力量 不易造型 亦不能困手以待斃 當於無可設法之中 為作方便以求解救 則字化之靜善癮 字則 霸靜難以夜乎 難令月乎 化為善法 無負反抗 故同意研究之法 字不如化 這個是一個很正確的理論 煞的話你要用化的 你不要用字的 字就是去克制它 比如說你換了 那個什麼土薩 你就不要用墓去克它 你要用金 讓它卸 這個我們講過了 例如七次金為哨音 余掛為對 余心為破君 這個是九星 九星它是屬於破君 余人為妾氏 余人氏 為口舌官輝 這個你沒有記沒有關係 這個在那個 烏龍掛上面有講 余上中二元 為死氣 這個是他們三元的論法 這跟我們不大一樣 他們昏成 上中下 那七運的話是在下雲 所以 上中為死氣 這個 下一節課我們就會講了 余上元末運 中元首運 三壁四育木心 足運時 為罪兇險之煞氣 因為金客木 一招 一招損丁 一招損丁破財之為 宜令禁止 就是 那個 那個地方就是要禁 勿令 勿令贊助 活動 處所 就是不要讓他 不要讓他在那個你活動的地方 壽與 全溫 然後年月七次 零荒到相 這是指年或月的 七次 美美花生不幸之事 扛用火星自知 往往 晚受其害 不如以紹揚之 更巴易之 素雞陰陽相見 無形中 致壽約素 他這個意思 這個他這個意思有兩層 第一個 換了這個七次 七次的話 他是 對 他是金 他是少女 你看 那要怎麼來製他 不是製啦 又怎麼來畫他 用八個 八更 八更的話 可以講八白 這邊七對 應該 這邊是用八白 因為我們這邊寫赤 這邊就寫白 八白 八白 八白的話 是更圖 八白的話是更圖 然後他是什麼 就是少男 那他的意思是怎樣 就是少女跟少男 他會結合在一起 然後他就不會去克敏 他這裡的意思是這樣子 但是你其實也可以用什麼 用水 你也可以用水 用水去讓他生 三 所以他這邊寫說 不如以少陽之更發益枝 這裡益枝就是說 把他 就是那個少女把他取起來 那就不會 不再克人家了 然後 然後樹姬陰陽相近 陰陽相近 無形中自受約束 或以一百水 一百水泄金 化克為生 所以你可以用一百 一百是什麼 是砍水 他是中男 這是用金生水的方式 這個就不是用 架取的方式 劃克為生 劃凶蟬為池龍 美收 奇效 當就一百八百所在之地 或一六作合之方 涉法動作之 或養黑魚 與筆金 所在之方 現在流行養魚 以求財 卻不知養黑魚 以化煞 養黑魚化煞 根據的是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 所以我們養仔化煞 都是要利用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 才有用 你用那個什麼 一些民俗的那個什麼 講法那個都沒有用 什麼殘廚 什麼貧修 那個都沒有用 其玄機在於 五行 金生水 換句話說 水死金 洩了氣 如果在七次 雄心所在 換位養魚 可以化解七次 金心的雄氣 這就是化煞的道理 還有幾分鐘 23分鐘 一十二 八卦 八卦牌是一種常見的化煞物 這個 陳建軍 孔上普築 風水與建築 一書中 有點簡易改的說明 八卦牌 為表面 刻著八卦 及太極圖的 八角形木牌 多懸於門櫚上 其主要是坐鎮宅地 以求合家平安 有的 有的和靖結合起來 成為八卦靖 有的坐八卦門 或者八卦門靶 門靶是什麼意思 門靶就是那個 以前那個不是有 以前的舊式的那個 大門 它現在不是有一個環 它環底下它就有一個金屬的東西 讓你在那邊敲敲敲那樣子 那個金屬的東西那個就是叫做門靶 它理事說說那個門靶做成八卦形的 懂不懂 你看那古裝片都有 兩個門 它就有兩個門環 那門環它不是會裝在一個那個金屬的東西上面嗎 然後你那個敲敲的聲音嗎 那個金屬的聲音那個就是門靶 好 也有的在皇屋 洞陽中央 畫有八卦圖案 據易經講 八卦能夠通神明之德 類萬物之情 蘊含著深奧哲理和無窮的神力 民間將其作為無所不能的神靈來供佈 相信可以包製百變 故八卦圖案 裝飾在 裝飾在這個民間建築中 屢見不鮮 但是這個也沒有用 這個也是沒有用的東西 不是說你八卦 什麼可以通神明 可以怎麼樣裝起來就有用 這個是沒有用的東西 再來第44頁 最後一個 蕭 以蕭來正宅劃煞 不但未見於曆 勘與典其中 也未見於現今各風水流派 這是密宗黑教獨門的密閥 這個以前我去過一間那個台北 一個那個 那個是什麼 出版社 我忘記他就專門在出那個漫畫液經 倫理空子 用漫畫的形式來 表現出來 那一間出版社 我忘記看到什麼名字 他本來要跟我出書後來沒有 後來轉給那個 敬禮書舉出 我沒有讓他出 就是那本那個 你真的懂洋宅的那本書 本來是他幫我出版 後來沒有 後來轉給那個敬禮書舉 那我去過他那個 他那個出版社 他出版社一進去 一進去那個 門 牆壁 一進去那個 門邊的牆壁 就掛了一把銷 那在台北那個 不知道什麼路的大樓 那個上面 他是這樣子 他門在這邊 門在這邊 那一進來 他在這邊牆壁這邊 牆壁這邊就掛了一把銷 這裡我進去我就跟他講說你這個是 那個 凌云那一派的來幫你看的 他說對 他說這個 他有請過那個凌云的地址 來幫他看洋宅 我當場就跟他講說凌云他不懂洋宅 他的地址更別論 因為他只是地中的 他不懂洋宅 這一點我們很清楚 他地址 他記錄不懂他地址怎麼會懂洋宅 他拐一把 不知道是什麼意義 好 他 國教講究四大皆空 根本就不談風水 風水是 與中國本土 產生 的道教一起 茁壯成長 國教為外來的宗教 並非 非出自中國本土 尤其密宗黑教更是國教密宗之下的小字派 根本與風水無關 密宗不見容於中國 而密宗 派下的黑教 獨門密法 比蕭來化解風水之善 無學理根據 與意理無關 與五行無關 可知其效果如何 好 那我們這個就講到這邊 我們把這個 常見的 這個掛紗的東西 把它講完 那我們還有一些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照片好了 那這個是麒麟 這是畫像 他不是真的那種 雕刻物 他是麒麟 有人把它畫成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那這個是10顆的 這個一般通常是在廟宇看到的 這是很大隻的 麒麟 這通常在廟宇看到的 你看他這邊腳還綁著那個紅袋子有沒有 好 好那我們再看其他的 這個是皮修 皮修好他有分那個公的母的嘛但是這兩隻 好像沒有分啦現在的好有的都沒有分的 還有的還有分 這是皮修啦 這個也是皮修這個可能是用琉璃或者什麼做的 做成的剛剛那個是剛才那個是用銅做的嘛 好那這個可能是用琉璃琉璃所製的皮修 那這個是撕咬劍 你可以看到他這邊好這個是咬著兩隻劍有沒有 然後他上面這個字 這是一般那個弧咒在用的字 這個就是撕咬劍 這是我們售牌啦 他也沒有做成說什麼 上面 上面多寬 上面八尺下面六尺是有沒有做成這樣子的 所以這不一定的現在的都已經好有的 跟 以前規格都不大一樣的 這個也是撕咬劍 他這個就是咬一隻劍而已 剛剛那個咬兩隻嘛 現在這個咬一隻而已 這個他的申請 做的比較真寧 比較 這樣子說比較有那個威嚇的效果 好那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個是食感當 食感當 他是一個那個柱子 一個那個石柱 立在那邊 他寫個 食感當 三個字嘛 也是也是食感當 這個因為他的圖 比較小啊 我要放大字來 就看不大清楚 這邊 隱約可以看到食感當三個字 然後他是 他還有這個 這個水泥台拔用起來 那這邊有人在拜拜 你看 那有箱在那個牆內的 我本來用結果那個圖沒有辦法顯示出來 那再來我們用一本書的一些照片給你們看 這本書叫做 風水宅極變 這名字還取得不錯 這本書風水宅極變 那我們用他裡面一些照片給你們看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買來看一看 這個就是所謂的紫金洞 紫水晶的那個水晶洞 因為他這邊 他是把它剖開然後裡面是凹進去的 這種是水晶洞 所以這個有聚財 的功用 水晶洞 那這個 這個就是水晶 是所謂的白水晶 透明的白色 白水晶 那還有 像防水晶 黃水晶 這個是紫銅皮修 紫銅皮修 紫銅皮修 那這個是所謂的浑水晶 浑水晶 大呼籠和小呼籠混水晶 他這個 旁邊有寫嗎 可以讓婚姻圓滿 他這個是所謂的殘杵 三角殘杵 有沒有他的那個嘴巴咬了一個銅錢 那他說他是女蛙死之三角殘杵 咬財擺設 讓財運亨通 有沒有 沒有 那再來底下這個是八卦鏡 八卦他用凸透鏡 這裡啊他說可以八卦凸透鏡畫薩百事畫薩平安華 那這邊 這裡又還有一個女蛙 女蛙死皮修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那個 水晶 水晶 什麼顏色都有 七星鎮 那這個是魚缸 魚缸跟防水晶 來聚聚彩的 然後這個有葫蘆 有沒有啊這裡有葫蘆 他說黑藥鹽葫蘆造型 葫蘆 那這一個好這個是三海鎮 三海鎮就長成這樣子 好三海鎮 好那這節課好這節課我們把這些 齁 洋仔畫薩的一些器具齁 一些滑器齁我們把他講完了 齁 那相信你們對這個東西齁到底有沒有用 你們自己齁心中 齁 會有一個 有一個見解啊 有一個定見 齁 那 老怪句齁要不要用 隨便你們 齁但是 至少 你要先把人家的洋仔改好 齁那要不要用 隨便你們 齁 那下一堂課齁我們開始進入 齁我們真正 我們真正 齁真正洋仔 你們要學的 齁一個 真正的齁 東西齁 齁就是三元 三元 三元的那契華 齁那下一堂課的話我們會先講一個 三元藥